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保护乘客的安全 他已经身受重伤 还奉勇 顾顾自己的安危 来夺刀 坚持到最后一刻 他才倒消去 这样的一个精神 这样的一个工作态度 让我们非常敬佩 我要代表我们全部的警察部员 向我们侦探 致敬 那 有关于 刑犯部分 我在这里要呼应 我们的司法机关 对于攻击警察 因公执法 一定要严惩 制裁 或者 我们警察 同仁 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 都可能会面临 不确定的因素 跟危险性 所以 除了我们之前的安全 我们是要训练加强 相关的法律 也要来支持 和保障 那后续 我们会用最高的 内政部徐部长的指示 会用最高的护续 来办理 我们也会好好地表彰 我们英勇的 陈翰 他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社会 为我们人民 牺牲奉献 好好表达他 他的精神 永远会存在我们心里